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中國的小朋友不能打電動 替他們同情了 舉一把同情之類怎麼能不打電動呢 我小朋友的時候也是家裡面是會限制打電動時間的 So I can sympathize with them 能夠同情他們 能夠感同身受 所以sympathy這個詞是同情的名詞 那動詞sympathize 加的是with So let's all sympathize with the Chinese children who are now banned from video games Well not completely but there's a time limit that's put on it 所以這上面有一個時間的限制 time limit 好 ban 這個詞是限制 禁止 那可是我們還有好多的這個類似的字 先稍微go over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看了前兩分鐘他就覺得 喔你大概就講這些廢話 我看到這裡就夠了 那我們先把這幾個字講完 所以ban這個字可以 forbid跟prohibit 都是很常看到的報章雜誌裡會出現的禁止 用法大概我可以說是差不多 因為查了一下字典跟一些例句看起來是蠻像的 我們常常把它用成被動的 所以如果說你說小朋友 they are forbidden from video games 也是ok的 好 那所以forbid他的過去分子 forbidden 那prohibit就是prohibited 那小小的分別大概是prohibit呢 原則上你可以把它說這是 如果說是政府立了法令來限制什麼事的話 我們比較會用prohibit這個字 就像美國在歷史上一段時間他們有禁酒令 就是不准賣酒 所以在那時候私釀的酒叫做moonshine 就是月光了 很有趣的一個名詞 moonshine 就是私釀的酒 那在那段時間我們總稱就 我們就把它稱為那個是the prohibition 所以那個就是美國禁酒令時期 所以法律相關的我們大概比較會用prohibit這個字 而forbid就比較是 就沒有法律 所以就你家長不准你玩什麼東西 forbid ok you're forbidden from something 好那bid的話就是比較 口語的通俗的 disallow也是很ok的一個字 allow的反譯這樣子 那tabu這個字其實也有禁 這個禁忌的概念 所以有的時候 他們會常用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像在有些比較南方一點的地方 可能還會認為說 白人跟黑人在一起是 一個有點文化上的禁忌 你可能想說 在美國東岸西岸啊 LA啊 或者是California這些地方 那早就已經不在 比較沒有顏色的概念了 yeah that's true 可是在有些地方還是有的 所以我們會說這是一個tabu 所以這個是一種禁忌的愛 tabu這個字大概比較用在這個層面上 那proscribe這個字 我還真的是很少見到它 可是它也的確是禁忌的意思 那因為我本身很少見到它 所以我也來得解釋給你聽啊 那至於最後這兩個也是 很常在社會中看得到的 一個叫boycott 一個叫embargo 那它分別是抵制東西 所以這兩個字只有embargo比較上禁 這個禁是禁運 所以要是說 我們說從今天開始 我們跟中國關係搞不好 蝦皮的東西都禁不來了 所以我們禁止從中國來的航運 那個叫做embargo 那當然這個是國家的policy 那boycott就是像我們講說 很久以前有個什麼頂星的 頂星集團的旗下企業 我們要對它買秒買退 你們還記得的話 那買了以後就退了買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在抵制這一個 集團這一個公司的產品 這時候我們會用boycott 所以boycott比較像是杯葛抵制 它比較沒有法律的基礎 而embargo則是剛講的禁運 好所以我們統整了一下這麼多的字 如果你只願意看到這裡我也認了 See you later 但是你如果也想跟我看一下 這新聞在說什麼 中國的小朋友被禁打電動 什麼樣的概念呢 你可能中文的新聞早就看過了 But still let's go over 一個英文的一個content 試試看 So China steps up its war on underage online video gaming and not everyone is happy 所以step up 什麼東西 這個step up的意思就是我們有時候講說 你需要 加 你該 你該把你的一個 努力的層面加強上去 所以要是你兒子現在成績不好 come on son you gotta step up your game 我們才會聽到黑人講這樣的詞 you gotta step up your game 那什麼game 就是你的 你的努力 你的技巧 你的 你的做事方式什麼之類的 要加強一點 改好一點 come on step it up 這樣子 step up your game 那把妹也可以是 我一直努力得不到你歡心 然後最後終於使出一個殺手鐧 送你一百朵玫瑰花之類的 這個我們可以叫做step up your game 或許是 或者你把自己打扮得再更光鮮亮麗一點點 I'm really stepping up my game 所以有時候會這樣聽到這種很 口語的一種 這個就是 後面的壽司就會加那個game這個字 還蠻有趣的 step up 那中國這邊是step up它的什麼呢 its war on underage online video gaming 所以這個war on什麼東西也是很常見到的一個概念 呃也不要加 不一定要加得了 war on 然後加一個售詞在這裡 美國啊 最喜歡對任何的東西宣戰 war on drugs 對毒品宣戰 war on poverty 對貧窮宣戰 war on terrorism 所以 對恐怖主義宣戰 所以美國一天到晚在開戰 we declare war on什麼東西 we declare war we wage war against 什麼東西 on跟against 其實大概都可以齁 所以前面有的這個動詞可能是declare we declare war on something 或者是wage war OK 那wage不是薪水嗎 反正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宣戰的動詞就是了 你聽我兒就對了 好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常見的用法 那中國也沒有說是在declare war 他已經在對他宣戰了 但他要 他要在做的事情是更努力的 China steps up 他的war on underage online video gaming 所以強調一下這是underage 所以要是你成年了沒事隨你玩 所以underage就你知道 還沒有成年的online video gaming 那並不是每個人都很開心 當然不是囉 看幾段就好 so children in china are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the first weekend of drastic new rules limiting the amount of time allowed for online gaming 所以 中國的孩子嘛 緊張醒來的時候就 這就是他們 這個法令改變的第一個周末 OK so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the first weekend so you wake up to something 就是醒來要面對什麼事 so they wake up to the first weekend 什麼weekend呢 就是這個DRASTIC NEW RULE 所以很劇烈的新法令 DRASTIC NEW RULE 那這個如果在幹什麼呢 限制著他們什麼事 所以後面用了一個行動詞 是主動的ING的 所以 the new rules limiting the amount of time which is allowed 這你都可以把關帶塞進去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is allowed for online gaming 所以他們允許在網路上玩遊戲的時間 他們這次將遭遇到第一個周末 為什麼強調周末 因為 看一下這邊的key points childre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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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now limited to three hours per week for online gaming 一個禮拜才只能打三小時 打個屁啊 你都不要升等 練等級 然後穿裝備去打王 OK some parents have argued against further state control 所以 有些父母他們事實上是不同意的 所以they have argued against 也就是對著這事情反著來 所以我們在argue 可是我們是對著你來的這樣子 而不是順著你來的 如果今天是argue for的話 則是聲援他 所以父母是argue against 更進一步的state control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這個詞 就是國家的控制 叫做state control there are nearly 700 million online gamers in China 所以中國有這麼多的玩家 7億 百萬千萬億 7億的online gamers of course 好然後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under 18 所以18歲以下的人 are now forbidden 你看到forbidden的用法了 被禁止 from online gam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wow 所以直接是禮拜一到禮拜四 是完全不能玩的 所以他剛才強調的是 wake up to the first weekend 第一個週末 法令採行的新的第一個週末 and can spend just one hour on each of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以及 in public holidays play 所以他這邊是 A B C N D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花 you can spend just one hour 只有一個小時 on each of 他強調的each 所以不是這四個加起來 one hour 而是each one hour 所以each 在這裡就是發揮了一個 非常巧妙的一個功能 所以各自 所以 五六日跟任何的公共假期的 個 一個假期就是一個小時 大概是這樣概念 so spend just one hour on each of Friday, Saturday, Sunday and public holidays playing so authorities authorities this就是官方 say the band is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所以這個是為了來 設計出來為了要保護 小朋友的 physical 跟mental health 所以 health這個是沒問題 你可以在前面 隨便加一個什麼的 形容詞 所以你的身體上的 physical health 精神上的 mental health 這沒什麼問題 OK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被說服 not everyone is convinced I'm not for one OK 我就覺得 所以這邊有一個片 片語我覺得不錯 所以這邊有講一個 似乎是一個家長 Yang Ji Min father of from 南京 in eastern China 所以從這個 中國東部 南京來的這個爸爸 他就質疑了這個 新規則的必要性 so he questioned the necessity of someth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rules 這裡講的是 他質疑這個東西的必要性 question the necessity of something you know okay 所以 如果你在你的人生中 曾經想過這樣的句子 我質疑這個什麼的必要性的時候 這就是你該出現的一個 大概片語的狀態 所以你會質疑the necessity of什麼東西 所以質疑什麼的必要性 像necessity這個字 我真的覺得是很值得補充的一個字 你當然很熟悉necessary這個詞 something is necessary 就是那個東西是很有必要的 但很多同學 例如說我在講的是托福亞斯程度的同學 你可能就會遭遇到這個詞 用一個比較 我真的不能說比較少的用法 因為在包裝雜誌上 還是偶爾會看得到 那可是在托福亞斯裡面的閱讀裡 的確偶爾 他看到的頻率還蠻高的 就是necessitate necessitate這個動詞 不是這麼好用 我們來舉個例句試試看 其實我可以很簡單的先說 他就是一個非常容易的極無動詞 就是x necessitates necessitates y 所以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極無動詞 x necessitates y 那到底翻成中文怎麼說呢 簡單一點的說就是x啊 使y成為有必要的 x讓y變得有必要 OK 例如說我因為參加游泳隊 我有一個學生 他叫Jeffrey 他讀那個成功高中 然後據我知道他是很努力的在那邊練游泳 說不定有一天會變成代表 我們這個台灣去參加奧運的國手也不一定 但anyway 所以他因為參加游泳隊 所以成練呢 就使得他每天早上很有必要 非常早起 ok so 所以我就可以說 the morning practices 早上的練習 necessitate waking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ok 把這個句子寫出來 所以成練 the oops the morning practices 早上的練習 necessitate 後面的受詞就是 非常的早起 so waking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ok 我們這裡後面甚至可以再用一個比較 比較fancy的寫法 講的這個是非常早 我們甚至可以說的是 you know 在黎明太陽剛出來的時候之類的 所以waking up at the crack of dawn 我們可以換個說法 at the crack of dawn 就黎明破小時啊 所以那個破小的破 還真的就是用英文的crack這個字 我都有點覺得說不定這個片語是英文翻譯過來 或者是英文把中文借過去用也不一定 這個我就不考證了 so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換個說法 at the crack of dawn 能不能說他們一模一樣也不一定 因為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甚至可以是2點3點 天根本都還沒有亮的時候 that's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too right 那如果你今天要講的是天剛亮 那天破小剛剛說的 crack of dawn 所以這個片語也稍微知道一下 但我的重點是要教你necissitate 對不行 ok so 所以你大概懂了齁 這個主詞會necissitate 受詞 就是主詞時的受詞 有必要 我們今天講比較多文法 因為我知道這新聞大部分人都知道 下面再看一段 most parents arrange enrichment classes for the kids for their kids he said referring to activities like sport and music lessons 所以大部分的家人 就是父母 還會安排小朋友上那些 你知道補習課嗎對不對 所以補習班當然 我們台灣其實有一個詞 就連我老外都已經非常熟悉 就是buxiban 所以buxiban 這個是連老外都很熟悉的補習班 那好像中國大陸不是這樣用 那我看到這邊用的他好像是說這個叫做enrichment classes 聽起來非常的fancy我認為 因為rich是有錢或者就是你知道豐富之類的 enrich就不是說變有錢 那你使我的人生變豐富 you enriched my life 這句話非常的ok 所以enrich是豐富 所以enrichment classes 你都可以去推敲的出來就是補習課 才藝課或之類的 然後他說的像music跟sports或之類的 so the little ones don't have much time to play online 所以小朋友根本也沒他的時間玩啦 所以這個小朋友他用的是the little ones 也很可愛的說法 這也是非常是很道地的 the little ones 小傢伙沒什麼時間玩了 right? the little ones sure ok 好然後下面就講了一大堆什麼其他的 這裡有一個蠻特別的 他這裡一個用法是 他把want當成名詞的用法 可以 比較少 可是不是沒有 所以這句話說的是 kids have a natural want to play they have a want to play 這個want的用法比較少見 但不是說文法錯 want的確可以當成名詞來用的 好 然後他似乎在採訪一些家人 家長 家長都是說 這是家長的責任啊 你沒有必要用 用國家來逼這件事情 我看過另外一個人的說法 他的分析是說 家長說不定自己都有玩 那是不是變成爸爸跟兒子 同練同一個角色 那兒子可能不太爽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anyway 然後他這個新聞繼續有寫下去 還問到一些什麼澳洲的家長 然後他們講到有一些 這個東西叫做 就有時候有一些軟體上 或者app上有什麼 父母的那種控制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 這個software 它有parental control 所以這邊有 最後講一個詞就是 好像沒寫這個詞出來 但無所謂 我們就是說有時候會有parental control on the software on the software or even mostly on the software that little kids use 所以可能看不到一些 A片或什麼之類的 OK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大概其實也差不多了齁 這內容還算是 多半講了很多文法跟字 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